大家好,我在澳大利亚的乡村长大。 小的时候,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澳洲旅游。 在我九岁的时候,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参观一些澳洲对偏僻的地方。 这些地方都特别美丽,可是现在因为春秋变暖,都岌岌可危。 我在中学的时候,跟我父母一起去越南旅游。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澳大利亚。 在越南,我跟很多人交流和我知道,因为春秋变暖, 越南人的环境和食品现在都在消失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很想帮助世界应对春秋变暖。 现在,我很想去巴黎的西洋斯坡大学学习环境政策。 我想去哪儿,攻读收拾水位,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。 在那里,学习会帮助我找到很好的工作。 我现在在新维尔士大学,读本课,学习国际关系。 去年,我在上海住了一年,在复旦大学习韩语。 中国的污染和雾霾问题很严重,可是中国现在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春秋变暖。 住在上海,让我意识到了污染的价格。 污染会对人和环境产生非常坏的影响。 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法。 除了学习,我还有工作和义工经理。 关于全球变暖,我在澳洲栏上的帮助小列为了澳洲青年全球变暖协会。 我还在一个再生能源公司有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。 我还有一些政策指定方面的经历。 住在上海的时候,我在上海的澳大利亚商会设计。 这个设计帮助我理解事业和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。 回到澳大利亚后,我在新维尔市就政府设计。 在这个时期中,我最主要的人物是帮助政府指定关于中国的政策。 指定非常好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政策是我理想的工作。 我认为全球变暖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。 地球的环境是非常珍贵的。 我们不能一直破坏这个不可灾难的资源。 谢谢。